太平区永城离老旧社区及新建大楼秘籍 停车空间不足 常常看到民众违规停车 为解决这个问题 在明代的协调下 将长翼街96巷附近的一块国有财产署闲置空地 辟设成平面停车场 这一天动工将改善周遭道路的停车秩序 台中市交通局长带领众人上枪祈福 希望永城长翼批建停车场工程顺利 由于长翼一街这一带老旧社区及新建大楼秘籍 加上周边道路狭窄多为两线道 民众找停车位是一位难求困扰不已 在这里空间是不错 在这里是方庭的方便 不错 我们家庭的家庭都搭到满满了 这里的地方是五十六岁的工程 因为永城里确实是人口数偏非常多 就是密度算是高的 那因为停车的问题也是造成相当大的困扰 那能够就是这边能够建立的一个停车场 确实也是可以做一个招呼 那也是真的说非常的感谢 那能够做这部分的争取 幸好经过明代协调下 将长翼一街96厢附近的一块国有财产署闲置空地 设设成平面停车场提供29个汽车停车位 25个机车停车位 虽然不是很四四方方 但是却是一个非常有规模的国有土地 那刚好这个社区 你看附近住宅林立 我们的停车场的停车位的需求很高 所以我们大家及时广义就建议说 我们应该把国有土地提供出来 让地方政府来设置停车场设施 我们在批建的过程里面 从简报里面看到 它虽然之后有25格的汽车停车格 29格的机车停车格外 我们也利用这个地形上面的一些 比较不适合停车的地方 把批建成像公园啊 有一些步道啊 然后让周边的这些民众 还是除了停车需求之外 还是有一些公园化的效果 第一场开工胜利 即使一道众人动产 这公园化停车场 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 不仅保有原有树木生态 也能够疏解当地的停车需求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